前面不是买了一个鱼缸嘛 里面就几条金鱼太单调了 今天到龙巴这个小河里面来钓几条小鱼 放到鱼缸里面啊 难道今天小凤陪我出来玩 然后很开心呢 虽然是个小汤 还是有兴趣 我都拿两根 他们这种都是属于有财有爱玩 鱼也钓不到一天有人来钓 哪个跟你说的 前几天我拉到一条五六四斤的鲰鱼 没上岸太可惜了 用不了多久啊 等一下还要接孩子 我弟弟还有两个月就生宝宝了 我弟弟带他出来河边玩一下 主要是那点太凉快了 主要是也凉快了 这边那些竹竹都带死了 这太阳太火爆了 这竹林里头还是凉快 还是锅也晒不到太阳 还凉快 这汤汤太小了 这个是一个小火钩 之前走水很厉害 上面蒙通堂干汗没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水已经全都停止了 不是要撒个窝子了吧 撒窝 这都还糟了 这提前撒鱼 因为它鱼游过来你才钓得到了嘛 等你准备好 你还动啊 那种提前撒鱼才游过来才好钓 那种哪个它不动啊 因为你现在不想钓哪儿了嘛 而且那头你晓得钓哪些鱼啊 它有些啥子鱼啊 鱼干 你看看到这些小鱼的 来吧 好 应该要多少点才吸引到很多鱼吧 中国都是小鱼的 大多拿它尾包了 它钓都钓不到 你那个也是窝子吗 咱会它那个跟你那个不一样 鱼 鱼 鱼 充电 先上两棵搓里 搓大一点 这个还是有点陆 谢谢 为什么那个漂它不坍起来啊 这都是自尖的嘛 其实我们出来钓鱼 其实你的不是放心的 他每一位的一个女人 你不放心了吗 我说过你不放心 钓鱼出来看到都是 人家坐起来都看到片了 看到干了那些都生开干 没那其他的活动 所以你都不管 我哪里说过你出来钓鱼 不放心的 今天这个鱼不累气了 钓了两个小时了 你口都没有看到 还一条鱼都没有钓到 刚才我提上了一个小白条 拉到万路都拉掉了 其实不行的 重庆的鱼是真的不好钓 再钓一下 等一下小孩子要放学 一只猫气泡 但是他就是不要钓 有动作没得超用两点 没得 小方几点钟了现在 两点 两点了三点钟都要去接包包了吗 四点接包包 但是我们肯定说提前会接 那你也要开到四点钟再走啊 当然你如果要提前回我也不建议 三点钟哎呀三点钟走 嗯 还有一个小时哈 嗯 拍点儿钓 小碗吃一点 今天这个鱼不好钓 想钓几条小鱼都钓不到 下次不来这里了 没挑战性质 下次要去那种 还是去江里面钓 至少他那个鱼只能钓几个 哈哈哈哈